大家好 今天又在车里录一期 时间紧 顺便先做个小调查 就是大家是更重视拍摄的质量 必须要一个好的场景 还是更重视更新的效率 就像现在这样就是随时可以拍 随时可以发 但是可能拍的视角或状态 会不怎么讲究 大家可以把各自的意见打在屏幕上 我们今天说的就是 关于烂尾楼维权升级的事情 我的文章又是改了好几遍 面目全非 非常生硬死板 就只能提一句 但我觉得为什么说 有时候视频和文章会不一样 可以抒发表达的内容会有差异 首先是在武汉 武汉光谷 绿地的某楼盘 然后航大的某楼盘 这都是在武汉 之后郑州 然后南昌 等等 就蔓延开了有多个城市的烂尾楼的这种 小区的业主 通过什么维权 停止还银行贷款 大家又举了几个理由 我觉得这个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这种方式 它有更高的效率 也体现了业主思维的变化 利用网上的舆论 从原来被动的 咱不知道去找谁 或者说 躺平的开发商 你已经自己不动它 你去用原来的手段 比如说什么调幅 大家知道 就是去售楼处 怎么怎么样 那些手段已经不管用了 因为房企 因为债务问题 交付问题 甚至是因为卖房子这个房价亏了问题 它的售楼处 它的一线已经躺平了 甚至整个房企都躺平了 你像某大 对不对 这个再用原来的手段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些新发的这个业主 通过新的这种手段来 维持自己正常的权益 还是 我觉得是蛮有效的 之前有郑州的那个 最高学历的小区 烂尾 这个噱头在网上就很容易博取流量 博取关注 有了关注 才有人会给你解决那个问题 后来十个多亿的挪用的资金 不又挪回去了吗 就保证这个项目的施工质量 施工进度 那么之后呢 就最近发生的 包括从武汉的这几个楼盘 也包括郑州南昌 刚刚提到的 新立的项目 恒大的项目 绿地的项目 对吧 这些也有些个别的楼盘 项目进度有问题的情况下 业主采取的什么方式呢 公开对外发声 我要强制停止还房贷 我不还房贷了 你这个开发商 施工办 跟我银行还房贷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这正是这个方式巧妙的地方 他必须把银行卷进来 因为银行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 银行违规放贷 就是很多的项目在 办理按揭贷款 预售的这个过程中 一般是要求建筑物要求封顶 多层和高层建筑都是这样 要求封顶的时候 才可以放贷 但是很多时候银行就是 你有预售证的这个过程中 但是未必封顶 贷款就放 这个涉及到违规放贷 虽然有争议 但是涉及到这个 这个理由相对比较充分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原因呢 就是开发商的预售资金 我们买了7房以后 这些资金应该进专门的监管账户 用于保障这个项目的 开发施工进度 这个监管账户里的钱 不是随便能挪用和支取的 必须要符合施工的进度 和项目军备 这样的交付的这样的进度 没达到的 随便挪用的 甚至没有进监管账户 钱被挪走的 这也是违规 而且这个违规里面 银行有责任 因为这个监管账户 它也在银行开 也在银行开立 银行有监管责任 当然 为了内容能发出去 不只是银行有监管责任 但是这个事情 指向银行也一点毛病没有 大家你懂得就行了 所以把更多方签进来 而且有利有据 第三 施工的进度确实不达标 按照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 你现在才建了多少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 你比如说你20层深 30层的建筑物 你现在才两层 马上还有半年 你怎么交付 谁来证明 甚至有很多工地是停工了 工人欠薪 这种情况下 你指望说 我按合同交付 谁来保障 主要的这些小区 业主提出来停贷 这种说法的理由 就是上面这三点 但是我觉得都切中了要害 而且最主要的 这个策略非常棒 我前面说的 开发商很多已经躺平了 也不在乎你这点小的动作了 但是银行现在很关注 你不还贷 我贷出去的钱怎么办 不良贷款 坏账率 或者我直接的本金和利息的损失 这是第一点刺激银行的 第二点 没有尽到监管责任 有违规的现象 这对他有一 这个金融系统 有这种监管的压力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叫做 你不能去撬动房企的时候 你要撬动其他的力量 来参与其中 同时引起舆论的关注 通过这个来推动 可以说这个项目的资金 或者各个方面 也就是说你的压力 给开发商没有用的话 其他的机构 或其他的利益相关方 能够给房企压力的 各方要拽进来 人家有理有据的拽进来 拽进来 通过这种对外的发声声明 还能起到一个钻球 网上舆论流量的关注 这个在现在确实是太重要了 也太聪明了 最近的 咱们就是维护自己正当合法利益的 这些业主的行为 开始升格 开始升级 开始显得这种高学历化 不仅仅是前面那个高学历社区 那个噱头的问题 包括后面这些动作 包括他对外的声明 一看就是 还是蛮专业的 说到这儿就想确实 你像武汉 郑州 合肥 这些大城市 其实每年进城的年轻人很多 有大量的年轻人 就是好不容易通过奋斗 靠到了大城市留下 然后家人的努力 家人的支持 家人自己的努力 要留下来买套房子 买个七房 非常不容易 结果弄了半天 背了好久的房贷 然后突然这个房断供了 你换 这个房子没有如期交付 甚至有烂尾的风险 换谁都会有压力 你像小镇做提家们 最近网上这个词很鲜明 一步步考上来 终于留在了大城市 这几个中心型城市 我刚才提到的 吸引了很多新涌入的人 对吧 比如说武汉 这次也是 事件比较集中的城市 郑州也是 大家进来了 考编制干不过明星 买个七房 还要烂尾 那大家的聪明才智和学历 还是要发挥作用的 这个时候有一些集体的 维护自己的这种办法出来 手段出来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吧 因为有效 我们现在讲 你要拿到 花了钱 背了这么重的房贷 你要把房子拿到 人家用的手段 合法合理 而且除了这个 它有效 之前有很多合法合理 或者是不合适的方式 它未必有效果 现在的这种策略 越来越升格了 就说明什么 聪明的头脑 开始想办法 你把它们逼到那份上 对吧 可见一斑 所以也 这里表示一下我个人的支持 我觉得你房子 你各方有难处 但是人家交了钱的人 背了贷款的人 签了合同 买了房的人 他们是没问题的 他们是没有过失的 他们的权益 应该被人关注 而不是因为利益捆绑到 互相的这种挤压压力下 才去关注 我们在舆论上 应该还是给支持一波 今天就说这些 顺便预报一下下期 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呼声比较高的 几个城市 我们先说 以这个大湖名城 创新高地 闻名好几年的合肥 我们下期争取讲一下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